对于金星相必大家都比较熟悉 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毒蛇 对于圈内的事只要是看不顺眼都会大胆批评 也揭露了不少娱乐圈中的真实一面 就说说明星在中国的收入可以用高价来形容 曾经邓超就报过跑男一级片酬100多万 而韩版的跑男刘在时一级才6万人民币 这巨大的差异实在让人吃惊 其实在中国一位一线明星 一个月收入的差不多就是一个普通人赚一辈子的钱 就连被封杀多年的张纳拉在采访时说 没钱就来中国拍戏 可见在中国赚钱比其他国家赚钱快 那为什么在中国明星的片酬会这么高 金星曾痛斥为何明星酬劳高 全因是中国网民太把明星当回事了 只要人红 那些所谓的导演制片人 就跟见到亲爹娘一样 而在韩国却刚好相反 表面看上去很耀眼 在社会上地位却没有那么高 明星说到底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什么工作都要做 不像大陆明星 灌的臭毛病都出来了 拿了钱还在那里装大爷 对于金星的话 想必大家都比较赞同 中国的娱乐圈可以说是鱼龙混杂 与所谓的艺术家有着很大的区别 有些人拿了钱却不老实工作 比起那些辛辛苦苦的农民 这些明星真的值得拥有这么多 某人发微博手受伤 万人流言安慰 却忘了那些需要人关注的留守儿童和老人 如今 想要改变这种现状 非常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